从风长预报来看烟花台风外围环流 周二开始明显变强涨胖 未来强度预估到中台等级 相比周六路径明显往南压 气象局预测针对北台湾和东北部地区 不排除在周三发海景周四路径 而且从周二开始台风外围环流 就会影响北台湾天气 周四在接近我们的过程当中 北部跟东北部地区会有一些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会有一些短暂震雨发生的机会 周五然后到下周六的这段时间 要特别注意到时候 它距离我们台湾的远近 可能会影响我们台湾的下雨的程度 但是烟花怎么走 各国预测路径还是有些微差距 日本气象厅认为会登陆宜花地区 韩国则是直扑大陆 倒是美军中国和香港的路径 和台湾大致相同 不过受到高压和季风槽影响 路径有很大不确定性 周一二将会是关键 现在路径预报相对来说 影响我们的几率 是逐渐在提高 那它的速度 它也是跟整体未来的移动 也是有相当大的关系 包含整个我们刚刚提到的 季风环流里面的一些相互运动 还有高压的强度 都是有关系的 大家务必一定要先做好一些 防台的措施 气象局长任命点也在脸书上解释 烟花台风串联季风气流 对于这次路径的预报模式 会是个考验 气象专家谢明昌提醒 季风环流内也容易发展新的热带扰动 像是在南海的低压带 预估在下周不排除 会有热低压生成 但是会不会造成南北夹击 还有待观察 TV新闻新闻节目 帅态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